新鸟的高雅以回海出名 藏在紅鎮的廚房上去的山藥也很有特色 到人家所在的地名也有很特別的故事 上團帝心公的媒體用水蓮 是這樣的規矩做 人們都叫他用高雅 高雅這個名字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楊姑爺 有時候我們叫高雅裡就是 因為這個帝心公的妹妹 帝腕 他沒有真正的妹妹喔 那是他女兒的女兒 他很痛的這個帝腕 所以這個台灣當時來 站在我們這個高雅的時候 讓這個楊瑞蓮做母 所以名叫高雅 楊姑爺就是這樣來 來到高雅 除了可以參觀楊家的高處 來看楊水蓮和台灣的白尾之外 將來還有很多公園 可以放三心情 也可以來欣賞特殊的見到 感受少爭頭的迫使氛圍 我們這裡有一些公園也很好看 像我站在後面這裡 在我們這個高雅裡面的廟筆 有一個東邊跟西邊 兩邊的高雲 風景也非常漂亮 我們這裡也有這個紅墳紀念高雲 就是新的房屋來幫我們提供的 有一個紅墳高雲 這裡有紅墳孫說 高雅裡是由四個部落造成的 占地的情況 不過人口數很少 不然藏在大部分都是老人 也還保留到萬歲的藏家風景 歡迎大家為人都可以來高雅走走看 南天新聞 往以第一次贏蔡宏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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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這邊 pub